第二个问题是抖音的问题 抖音的问题 特朗普原本是说他延后到90天 延后也是说他希望把这个问题延后到 可是他可能作与其他的压力 他把这个问题延后到美国大选之后 基本上这件事情又拉回来 要希望在9月15号能够完成 在9月15号完成 这基本上是比较难的事情 因为离现在只有9天的时间 你9天你要把一个市值几百亿美元的 企业完成了让渡或者来的签约 而且特朗普还说我要在里面拿到钱 这个基本上是办不到的事情 这基本上是办不到的事情 特朗普为什么希望抖音能够尽快的回到 推到美国 最主要原因是他觉得抖音是他落选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抖音的传播的概念实在太快了 传播概念实在太快了 因为他是一个短影音 他几十秒几十秒 他跟YouTube不一样 YouTube基本上他现在已经尽量希望我们 这些创作者能够把时间缩短 之前是希望我们竟然把它变长 现在需要我们缩短 为什么 因为抖音的60秒到90秒 这种短影音的部分 快速的洗刷了年轻人的观念跟想法 过去你看一个节目 你可能要看了20分钟 我们慢慢去了解主持人或主播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东西 你想表达什么样的概念 这样子的话你才获得比较好的收益 但是抖音反其道而行 我先跟你讲一些事情 你要接受 然后透过演算法的方式 让你不断接收到你觉得是的事情 比如说老师之前看过一些 前几年 之前在比较抖音 比较在谋芽状态 常常有人讲一些什么心灵鸡汤 老师觉得看看蛮有趣的 看看你们在讲什么 当然也知道那些都是吹的 但是你看过一个东西 你可能在这边停留过10秒 甚至5秒 你没有划走 他可能就觉得原来你喜欢看心灵鸡汤 所以他后面不断推送你这些心灵鸡汤 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只有一小部分 原来是只有看特朗普的笑话 但是你看了3秒5秒之后 大家觉得你可能喜欢特朗普的事情 或是你喜欢诋毁特朗普的事情 或是你觉得奚弱特朗普才有趣 是一个时尚的事情 他就不断的去重复让你去看特朗普多不好 或是别人批评特朗普的声音 本来你觉得特朗普他就是just a president OK 他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还是要打工 我还是要上班 我还是要做我的事情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你看到好像跟你年龄成差不多的人 都是觉得特朗普是不好的 他是一个很荒谬的人 所以是说 你也觉得说原来大家这么想 所以说我就跟风 我也觉得这么想 所以说这个事情原本在Facebook 是影响我们亚洲的很多的 Facebook所有的一些大部分的抗争 或者一些些诈骗 或者是一些民运 大部分从Facebook开始起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再让我们看到 我们以为我们想看的事情 不是 其实他认为我们想看 而他觉得我们应该看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办法像抖音这么快 因为你划Facebook的速度 你不会比你划抖音速度来的快 比如说你看微博的速度 你不可能比你划抖音来的快 抖音一划就是一折 一划就是一折 加上现在金日头条 跟抖音又开始进行串联 金日头条里面的影片 然后又会串联到 又串回抖音里面 抖音的影片可能又会串回金日头条里面 这样状况之下 让所有人的观念 大部分的很容易变成 形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意识形态 而这个意识形态对川普来讲 就是特朗普总统来讲 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所有人都应该信仰他 他就跟凯爷一样 他凯爷不是出了凯爷圣经吗 就是把里面所有God改成K 然后改成他的名字 然后每一根都要信仰他 特朗普有一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特朗普就是世界的中心 我就应该是美国的中心 我的总统权力 应该是凌驾于所有美国宪法 可以赋予我的权力 我只要我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是一个特朗普他本身的认为 他对于权力的认知错误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进入过政治圈 他完全没有进入政治圈 他甚至连美国宪法 可能都不是很熟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 他最熟的可能就是税法 怎么逃落税 所以他可能比较明白 所以说在所有的一个 美国的一些商业交易惯例里面 都有说过 这些所有的变购案 或是无论国内国外 商业部或是白宫 是不能从里面拿到一个 什么讲 应该是分论还是抽成 但是特朗普说 我就想拿来抽成 如果你今天拿来抽成 假设今天让抖音真的给他交易 而且真的抽成了 那么美国的末日 就会越来越近 为什么 因为你做这些事情 既然你所谓的资本自由 你所谓商业自由 是一场幻觉 任何公司 任何国家的公司 到你美国去设厂之后 他可以因为任何的政治世界 或是你任何以国湾的方面 来去做一些前提之后 你就可以强迫别人的公司 卖给美国人 那么你在美国开公司 你还有安全性可言吗 今天我们讲很简单 今天如果越南人到美国去设工厂 或设计科技 越南人不会起来吗 越南是一个有很好 先天的天时地 任何的地方 只是他的政治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共产党还蛮 还蛮腐败的 就说坦白 还蛮腐败的 你要纠据他的状况 是几乎是很难的 哪一天如果他真的改善 他真的起来了 他能够把高科技工厂放在 或是研发中心 或是更好的东西 去投资到美国里面吗 是不行的 因为大家都怕 你今天又是不是又说我哪里有问题 你是不是又可以把我弄掉 所有第三世界 包含沙奴地阿拉伯 如果我今天在美国设立一个公司 你是不是可以随时把我去掉 或者把我的钱拿走一大半 对 这都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事情 但是特朗普应该去做 就算所有的法学专家 所有的知识分子 所有政治精英都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特朗普必须做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他可以 他认为他可以 商业部都出来否认 但是他认为他可以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特朗普他不能够接受抖音 造成他连任的危机 所有的包含的你说 全南或是华盛顿邮报 或是各种的媒体 都会认为是说 抖音跟国安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抖音跟国安有什么关系 抖音只会照对成青少年 比如说小孩子国小生 或者国中 或是初中生 或是高中生 他们没有心思放在他们的课业上 因为抖音成名的速度很快 在抖音上面 很多美国人 很多小演员 或者是很多的小单位表演者 他们过去没有一个表演的空间 但YouTube上又是一个杀戮战长 其实YouTube上你要成功的 几率是非常难的 要么你砸了很多钱 要么就像老师这种运气很好的 好蒙对的 大家就是错爱一下的 不然你在YouTube上成功的几率是很难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做一个三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的一些表演影片 那么你知道要花多久吗 像老师这种谈话性节目 大概每10分钟要花7个小时 那你那些唱唱跳跳的表演 三分钟可能要花他一个礼拜的时间 三到五分钟 练唱练跳的 你可能就花他一个礼拜的时间 但是如果今天把它算成60秒 你就可以决定要不要关注他 他关注的越多 他是不是就有他的商业利益 因为你喜欢看他短时间之内 你看到他的表演 而且他表演很快就会结束 你就可以看下一个表演者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素食的媒体文化 对于美国人来讲 他们很多的一些基础的 基础的一些表演者 或是一些年轻人 或是有些很好创意的人 他们得到很大的发挥空间 很多人在短时间之内 获得了三五百万的粉丝 但是三百万的订阅者 你在YouTube很容易吗 太难了 你知道吗 太难了 难道真的是爆炸 很多的艺人就算他自己跳来跳做YouTuber 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办法持续下去 因为你得到订阅数才难 你得到关注数才难 你可能一开始有人关注你 但是后面就很难 这后面就很难 因为他并不容易 但是抖音比较容易 对年轻人讲容易 对老师这种 已经算是X世代的人 X世代Y世代的人 这个就比较难 头发都已经开始白了 这种人就比较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办法变化这么快 我们的思想逻辑 已经慢慢跟不上时代角落 所以抖音来讲 对特朗普 他是很害怕的 也包含了美国一些比较年纪大的白人 年纪大的白人 他们也觉得很忌惮这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的小孩不再关注他了 他的小孩不再会去烤肉BBQ 不再加足机会了 他们刷抖音 他们表演抖音 他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离得越来越远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也反抖音 他们了不了解抖音 不了解 他们看过抖音 可能看过 可能没看过 但是他必须反对抖音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的权威好像已经被剥夺了 这就是一个实在的距离感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